輸勤的,有的 帶子馬過不了人的,你這樣跑,你怎麼過人呢? 但真的虧了 好了,潘頓第600 winner,你今場才搞這些 第600 winner 1號、8號、10號、7號 經典帝國,真是洛菲 唉,被他搞我當攤 今天的洛菲馬真是有些料到 雖然都是跑PACE 蘇惠元那兩隻都不會,這隻先吧 天才2號,經典帝國 真是激死 落到只有46倍 好了,賀賢,容區 連花巨星又為何會失望少少 連花巨星就是,為何你不像海外浦般跑 我打算你好像海外浦般跑 可以中得上 前面很快 我覺得由3秒63、22秒68 平白速度來的,我自己覺得 第3、第4點,24秒91 絕對可以上來的 那兩段 是不是不夠快啊 風了王 風了王 對 所以下次選擇 鵝雷拉尾場也要再 我就是計來計去 他未封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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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何可愛浦般 立馬帝 這樣撐上來 真的差一點 是差一點 日晚也挺明顯 這個潘頓是反過來的 重磅、頂磅、後上 即是不利跑道後上 即是令你無信心 真的激死 越不利他越落飛贏 早段也是很後 那他不會在前面 是 那他就在連花巨星出段 對 那開心進馬也證明 應該這班都應該由馬贏 有分在手 千八都到 千八都到 現在只是過了一堆 只有頸 最重要是出到閘 對 好,我們去談名派彩 好了,看看尾場賽 自己預計派彩 跑第一名,一號的勇區 讀人派是56元 位置派是20元 跑第二名,八號 開心進馬 位置派是17元 跑第三名,十號 經典帝國 位置派是82元 跑第四名,七號 蓮花巨星 連任位一搭八,派135個半 連贏派135個半 三重彩順序 一號、八號、十號 派7400元 三重彩派7400元 單貼180 派1485元 單貼派1485元 頭馬人二馬一條馬頸 二馬人三馬一 又四分一馬位 贏馬時間 一分49秒96 位置派一搭八,派56個半 一搭八,派56個半 一搭十派135個半 一搭十派135個半 八搭十派203個半 八搭十派203個半 一搭十派203個半 其他的都要稍等 八搭賽事跑過 車接交通,回來看看其他派賽 雷停881,馬路的士交通消息 緊貼全港路面半里左右 麻煩馬場的同事 時間來到晚上10點58分 跑馬地馬場 全部賽事剛剛已經舉行完畢 這分鐘有舒婷 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的路面情況 東區走廊落洪水 這分鐘在伊利修伯大廈 到時打到過漢旺島廣告牌 最後駕駛車來 謹記安全車速 小心駕駛 雷停881,一把當仙 跑馬地馬場 賽馬十方報道 好,美場賽事暫時看到 左進行三選一的派賽 A3組別勝出派34個半 A3組別勝出派34個半 四連環四重賽都有 四連環1號、7號、8號、10號 派1181元 四重賽順序 順序1號、8號、10號、7號 派34107元 好,今天拜託賽事 考慮了 接下來開始來的錄影 對 錄影的攻勢 甚麼攻勢呢 就是越洋賽的攻勢 因為接下來 星期六晚 將會轉播 七場的葉新打比賽賽事 以往不是六場嗎 對,好像六場而已 以往六場 但這次是七場 這次是七場 對,這次開始七場 我也在問這件事 對,好像多了頭場 五早開跑 結果… 頭場將會九點鐘開跑 而當日… 我和新的拍檔 不說高興 會和大家接過這七場 在AM864和開放Toolbar 8點52分 就可以開跑頭場 今屆葉新打比又怎樣 看來真的 真是很長 甚麼 東帝錦錶那場 你覺得怎樣 東帝錦 你覺得怎樣 東帝錦錶 我現在連中文名字都被寄入 真的很坦白 我現在還在錄 你還在錄 還在錄 還在錄 但東帝錦錦錦 那隻叫做… Rings of Desire Rings of Desire Rings of Desire 叫做願望之役 願望之役 為甚麼會覺得拔頭 這隻馬 他四歲… 四月才跑到Mayden 還要輸 對… 然後在烏環盆 那場勝出的 那場勝出的 那場是第八的Mayden 焦沙地 焦沙地 然後已經贏了出賽 不過那天我記得 多維小成在東帝錦錶 那場是二本 還有一隻 我想之前也沒有出錯 看來 哪一隻 鹹豚油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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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豚油獎是否這隻 叫做… 默沙 岸摩德 岸摩德 另一隻就沒有出 那隻岸摩德 岸摩德 岸摩德 但經常跑到二 對 所以呢 還有… 其實有幾隻 都是比較… 剛才說過 這隻是願望之役 就是贏了東帝錦錶 另外 也有剛才贏了這個… 剛剛… 也有… 有我們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彩衣 紅色禮物的彩衣 是 也有… 這隻叫做… 紅鵝 紅鵝… 就是… 大家都記得了 下街是李二元 紅鵝… 它是給錢補償的 因為今年… 其實跑了這個 業生駕肥 剛剛贏的車子彈行平 那隻 都是一般的 所以… 令到… 今屆的賽事 現在紅鵝有一片 很神秘的色彩 因為那些甚麼 英國二千堅年大賽 冠軍都不見了 拍照了 好,因為杜拜之金… 杜拜之金… 不是杜拜之金 叫做天文之金 天文之金 但他沒有… 炒一里路線 很恐怖 因為愛蘭二千堅年 他也輸了 對 而在幾場的引進賽裡 日本也跑得不好 所以令到這次也挺特別 所以我自己暫時也會留意這幾隻馬 譬如… 《願望之役》 《按摩德》 《多維小城》 這幾隻馬 暫時來說 應該可以留意一下 但再做功課 再跟大家分析 好了,美場賽事 估播完不拍仔作食 跑第一名一號的永鵝 獨贏派56元 位置派20個半 跑第二零八號 開心進馬 位置派17元 跑第三名 十號經典帝國 位置派82個半 跑第四名 七號連花巨星 連兩位一答八派135個半 三重採訊序 一號、八號、十號 派7400元 單天一八十派1485元 位置叫一答八派56個半 一答十派135個半 八答十派203個半 四連環 一七八十派一千 一百八十一元 四重採訊序 一號、八號、十號、七號 派34,107元 34,107元 三選一勝出做別A3 派34個半 頭馬人二馬一條馬頸 二馬贏三馬一 又四分一馬位 夜馬時間一分四十九秒九六 第七號、媽保留頭關七號的金友寶 搭尾關一號永驅派216元 安慰獎頭關七號金友寶 搭尾關八號開心進馬 派29個半 三寶 頭關三次關七尾關一 派1113元 安慰獎頭關三次關七尾關八 派175元 陸環彩普通獎派1014元 陸環彩六寶獎派10997元 今天他的戰果又冷又熱 不過有部份好像不像我們預期 是的 挺特別的 柳下尾 一個賽馬爺 但我們連續第六次封王 所以繼續留意這位騎士 已經贏到148場 105就過了 107 今晚節目時間夠了 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有賽事 星期六就是跑葉心打比的賽馬日 大家留意AAM864和香港2Bar之外 星期日將會有10加1再加1 是的 日夜安田 將會在12.45分 安田和法國打比 沒錯 10.45分就是沙田上演的八草二例賽事 禮拜日見下午三三寶二面 再見 11.04分 雷霆881新聞報道 現在由李俊宇報道新聞 民建聯中常委晚上召開會議 商討來屆立法會選舉部署 主席李慧琼會說 港島區議席將會由七席變六席 雖然上屆民建聯合共取得七萬幾票 但是擔心不足以取得兩個議席 所以決定今屆在港島區派出一張名單 並傾向由副主席張國軍令軍 李慧琼說會盡量將現任議員中樹根加入名單內 又說兩人都對民建聯有貢獻 中常委也都肯定中樹根長期在東區的地區工作 他形容由哪個領軍是艱難的決定 但是審時度勢下 要作出一個對民建聯在港島的穩定性決定 他已經致電中樹根暫時未獲對方回覆 是否接受或者申請退黨 中樹根對決定表示遺憾和無奈 說上街民建聯兩隊合共取得最多票數 證明民建聯有能力派兩隊出選 不能夠理解民建聯的決定 他對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 不能夠在參選名單排首位非常失望 希望民建聯想清楚 他又說希望繼續服務市民會爭取連任 但是如果堅持出選 根據民建聯機制 他不能夠以民建聯的名義出選 民建聯也都會勸他退黨 他會和團隊及支持者商討 用什麼方法爭取議席 大約20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晚上在立法會外集會 首持蠟燭悼念六四 他們唱出自由花等歌曲 並默默一分鐘悼念六四死難者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說 今年因為議程的安排 未能在議事堂動議六四辯論 在立法會外嚴肅莊重悼念死難者 又說多年來保存歷史真相 是要提升下一代這個歷史事實 不容扭曲門片 介公梁耀忠說 往年六四前夕都有人說 要放下六四歷史包袱 但是今年竟然是年輕人說 悼念六四要畫上句號 他感到憤怒和難過 工黨張超雄說 即使年輕人要和中共切割 但是中共的一舉一動 和香港息息相關 整份年梁國雄說 平反白感運運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是對今日的抗爭者最大的保護 不容解放軍再鎮壓人民 埃及航空一架客機 上個月在地中海墜毀 法國一艘搜索船在海藏深處 接收到懷疑是 失事客機黑盒發出的信號 埃及民航局說 法國海軍確認接收到的信號 和黑盒發出的頻率相近 暫時未確定信號發出的位置 法國人內將會派多一艘船 前往附近海域 鎖定準確位置再進行打流 瑞士全球最長及最深的 聖哥達鐵路隧道 今天正式開通試行 商用鐵路服務 將會在12月頭日服務 接連歐洲多國 德國總理默克爾 意大利總理倫齊 和法國總理奧朗德 出席開通移升 以示歐洲團結 他們乘坐試行火車體驗穿越隧道 默克爾說 感覺奇妙安全 聖哥達隧道全長57公里 穿越阿爾卑斯山 最深處達地底2.3公里 耗資230億美元 動用2,400名工人 經過17年建造員工 鐵路分貨運和客運兩種 客運貨車時速可達250公里 由蘇黎世前往奴家洛 可以折省45分鐘車程 由蘇黎世前往意大利 米蘭的車程就可以縮短一個小時 全程只需2小時40分鐘 這次新聞報道完 AXA安城獲國際評級機構AMFEST 評為全球最大保險公司 天氣報告 高空反氣旋持續為廣東沿岸地區 帶來普遍晴朗球酷熱的天氣 本岸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 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氣溫約29度 日間天氣紅燃 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 星界再高一兩度 旅遊吹和換西南方 指望星期五 仍然天晴酷熱 週末